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澳门一直以来都有举办很多和普遍国家有关的活动 理工的学生 特别是中普翻译的学生 就有机会去参与做一些短期的实习 近两年 教青局推出了一个 奖学金专门给中普翻译或者相关专业的学生 在行政公正局有一个不逆和存逆计划 不单是在翻译的行业里面发展 我们可以涉及其他行业 例如我们可以在法律的银行或者金融方面都可以发展下去 中普商语人才对特区发展十分重要 政府在公立学校就增设了中普商语班 推进建设中普商语人才培养基地 中普商语班计划的一个总体的目标 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要培养学生中普语民坚线的学习能力 第二个就是从小培养学生对中普语文化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知 以及培养他们多元文化的一个思维 以及尊重不同文化的一个胸襟 我们看到无论是小一还是初中一年级 同学在上一个学期的学习表现 是令到我们满意和欣喜的 除了中普商语的教育培养 政府也积极协助澳门学生走出去 入读非本地高等院校托阔视野 我最终有选择到内地升纳大学 因为内地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都相当高 实力都非常强 近几年来的报送名额都不断增加 更多的同学都有机会去到内地升纳大学 我们班都有很多同学都补送到内地大学 政府也提供多项优惠津贴 以及举办不同的升纳广座 之前都参加过高教班举办面试工作方案 他都讲解面试要注意的事项和一些流程 令到我们可以提前准备一下 政府持续优化不同面向的教育政策 为澳门下一代创设更优质的学习条件 为特区的可持续发展 处备人才